我们一同来读一幅所书一章十七节 好 一同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让那世人智慧和其的灵 想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 我们在这低头来祷告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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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圣灵我们何等需要祢 今天早上 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好 让我们真知道祢 真认识神 能够明白神 祢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盛 能够明白神 祢的俗性 祢的美德 是何等的奇妙 何等的真实 何等的丰富 圣灵啊 让我们能够真认识神 真知道祢 我们来仰望祢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特别要讲神的俗性 就是要认识神 Knowing God 不晓得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很多年前 英国的神学家 巴克 J.I. Packer 写了一本书 叫做认识神 Knowing God 在当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带来福音派的教会很大的震撼 因为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了神 但是没有真的认识神 不知道所信的是谁 所以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软弱 的确 当我们读加尔文的基督教奥义 在他的节本的系统神学里面 Christian Institute里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翻译过这本书 基督教奥义 在他第一章第一节 开中民意 就强调什么 认识神 要认识神 而且他说 唯有你真正认识自己 你才能够开始认识神 唯有当你越认识神 你就越认识自己 其实我们的一生基督徒 就是不断的要追求 更深的认识神 经历神 所以保罗说 他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架 而且要丢弃万事 看着分土 为要什么 认识神 认识神 不断的认识他 所以你发现今天 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 教会的软弱 特别上礼拜六 昆丰下课之后 就跟我 很有感叹说 为什么 整个欧洲的旧教 完全走下坡 很多的教堂 变成博物馆 变成音乐厅 包括北美的教会 也是在走下坡 究竟什么原因 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教会 弟兄姊妹 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只认识 信耶稣能够得好处 得永生 得医治 得帮助 也不叫做认识神 也只是知道 信的一些好处 好处不代表你认识神 所以今天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 对神的认识不正确 甚至没有 有些人可能对神的认识 对天父的认识 就把神当作一个圣诞老人 圣诞老公公 就是神就是要给我们礼物的 给我们好处的 只是说 圣诞老公公只有圣诞节 才给我们礼物 天父是 每一天只要你祷告 只要你有信心 就会得着赏识 得着礼物 得着好处 是否我们的神 是个圣诞老公公 假如你对神的认识 他只是一个 圣诞老公公的话 你就发现 你完全活在一个 物质 功利的信仰里面 你会完全活在 一个放纵的信仰里面 因为我们的神 好像是个圣诞老公公 就是要给礼物的 你的信仰 不会真正的造就你 你可能会得到一些 暂时的好处 但是会越来越软弱 那也有些的基督徒 可能对神的认识 把神当作是一个 公义的法官 把神当作是个警察 我每次开车回家 或者来路上 来学校路上 我都提心吊胆 为什么呢 因为开在这个高速公路上 你可能一下不注意 踩油门 就踩了多了一点 速度就快了一点 哇 就看看 有没有这个警察 在订识你 我上礼拜 我很感谢神 我的闹钟不合作 我死起来了 所以我就 一上车就拼命踩油 哎呀 真的神保守 其实沿途 我看到三个警察 幸好他们是 已经抓到别人了 假如他是 没有抓到别人 我一定是中标了 所以我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不知不觉 就觉得 哎呀 神就好像那个警察 今天定着我们 有没有超书啊 有没有做错事啊 然后神就会刑罚我们啊 你发现 这样的认识 我们的信仰 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只有害怕 怕得罪神 怕违反了神的诫命 怕 开车超书 神就好像警察一样 被抓我们 所以我们对神 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一方面 不能把神 当作圣诞老公公 只有礼物 只有恩典 只有赦免 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 也不能把神 当作是一个公义的法官 他就是那个公义的圣洁的 神的烈佛 也不能单单 只认识神的公义跟圣洁 我们对神 要有个全面的认识 一个平衡的认识 祂的公义 跟祂的慈爱 两方面的俗性 怎么都平衡 怎么去relate 怎么去彰显 所以 这些堂课 非常的重要 我们需要对神 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 那个全面的生命 得到更丰盛的信仰生活 否则我们的信仰生活 就短缺 就好像一条腿在走路 迟早会跌倒 那么 过去的20世纪 特别 在20世纪初 我们知道 心态神学很厉害 批判圣经 批判 我们能够 真正的 可以从圣经里面 认识那位信仰的耶稣 甚至批判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这位historical Jesus 是否真实 他们批判到一个地步 说你没有办法 从历史的记载 从圣经的记载 真正的认识神 所以面对 这样一个厉害的 心态的批判 我们知道 其中的另外一位 心态的神学家 就叫做 Rudolf Boudmann 我们知道他的 纳士名 Boudmann 在历史里面 我们能够认识 神吗 在旧约 新约的记载里面 可以真正的认识神吗 心态神学说 No 所有的这些圣经的记载 是历史人的作品 充满了错误 充满了人的设计 充满了这个 mythology 希腊神话 所以耶稣不可信 没有真正所谓 神的启示 所以Boudmann 他提出 真正可信的 真正你能够对神的认识 只有现在 Faith as existential now Existential moment 真实的信仰 真实你对神的认识 只有在这个moment 现在这个时刻 你跟神的交易 那个才是你真实的信仰 真实的对神的认识 你不能进到历史里面 不能靠新旧约历史的记载 来认识神 but only now this moment 过去是不真实的 过去不是属于你的 过去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唯有现在是属于你的 属于你跟神的 一个真实的教育 但是另外一派新派神学 讲到未来 他们更厉害 他说 你没有办法在现在 这个的情况 来认识神 因为在 现在的历史空间里面 神的彰显是不真实的 受到时间空间历史 人的想法限制 所以不能在现在 也更不可能接受未来 这个历史过去 去认识神 他 其中一个新派的神学家 叫做Moteman 都是德国的神学家 这位 Double N 对不起 他的first name是Jungen 可以查一下这个人 他所提出的神学叫 Theology of Hope 希望神学 或者叫做 Theology of Eschatology 末世神学 或者希望神学 他的观点说 只有透过未来 透过末世 从未来 神所应许的成就 从未来的一个角度 来看现在 才能够真正 比较有点认识神 你要从 神要在未来里面 完全地彰显 才能够在未来的角度 来认识神 所以这些都是新牌 神学的一些的论点 我们 福音牌的论点 在哪里 在希伯来书13章 希伯来书13章 我们一同来读 13章第8节 找到吗 一同来 13章第8节 希伯来书13章第8节 一同来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我们的神 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改变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神 透过历史 透过新旧约 彰显他自己 现在 在你的生命里面 彰显他自己 同样 神也是 同样的 真实的 在未来 可以彰显他自己 所以绝对 不是说 我们只有 在现在 可以认识神 Faith as an existential moment 这是存在 主义神学的 看法 盼望神学 末世神学 他们认为 只有在未来的角度 或是 神在未来 完全的彰显 超越时间空间 才能够 那个才是 正式的神 现在我们 在时间空间里面 所理解的 都是偏差的 都是模糊不尽的 所以千万不要 说好说歹 所以 为什么会 基教的信仰里面 有那么多的矛盾 那么多的争论 就是因为 每个人 其实都看错了 所以 为什么 有那么多的宗派 只有在未来 但是 福音派的信仰 我们肯定 新旧约历史 我们绝对 可以在圣经里面 在历史里面 认识神 里面有神的启示 也透过现在 不断地认识神 在你的生命当中 认识他 经历他 我们更有个 荣耀的盼望 将来在新天 新地里面 更能够面对面地 看见神 认识他 但是不代表 过去的认识 现在的认识 不对 或者错误 只是 更清楚 解释我们 福音派的 对神的认识的 一个基本的立场 我们不接受 新派神学 对历史的否定 或者提出所谓的 存在主义神学 或者说 盼盼神学 解释 我们都不接受 但是我们要懂一点点 因为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有不少的神学院 在教导 告取的 我还记得 我在华城读书的时候 哇 碰到另外一个 神学院的神学生 他一看到我 哇 就开始跟我讲 Woodle Bookman 他的神学 多棒多棒 存在主义神学 多棒 就开始跟我讲 盼望神学 这个Jergen Moltmann 哇 这个德国神学家 他真厉害 怎么怎么讲 哇 崇拜一些心怀神学 他不得了 哇 讲美国的Porti 多厉害 田立克 都是高举这些心怀神学 所以 我们也要懂一点 因为他们其实 在中国教育里面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特别在台湾 我不要讲某一个神学院了 但是我们要懂 他们对心怀神学 非常的推崇 这个心怀神学 对圣经的批判 把摩西五经批判 成为JEDP 记得我提过JEDP 你们都知道了 不是摩西一个人写的 是从几个不同的源头 有J源头 有一源头 Elohim 这个摩西五经里面 有些经文用Elohim 就是Elohim的源头 然后J是耶和华 里面提到亚维的 是亚维的源头 然后有这个 讲到祭司 立位祭的源头 不同的 凑在一起 有一个人把它凑起来 成为摩西五经 不是摩西写的 这些都是心怀神学 对我们信仰 对圣经的批判 我们不认同 但是要了解 要了解他们的批判 所以我们要 回到圣经 我们相信 新旧约的记载 绝对让我们 可以认识神 所以我们第一个 对神的俗性的认识 就是要认识神的 自存性 self-existent 谢谢 那我们常常把神的俗性 分成两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呢 就是叫做 不可传俗性 no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意思说 虽然神 照着神自己的样式 来照我们 我们人类 领受神许多的俗性 但是有些俗性呢 是不可传给我们的 只有神自己本身 独有的 所以 通常我们分 第一个大类 就是non-commute 不可传俗性 第二部分呢 大类的是 可传的俗性 这个俗性 不但在神的身上有 也在人类的身上有 因为神 照着他的形象 样式 来照我们 我们应该 原来没有堕落之前 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 俗性 来照我们的 那第一部分 神的不可传俗性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 他的 self-existing 我们一同翻到 描述一句第三章 十四节 神对摩西 启示他的名字 他的俗性 我们一同来读 第三章十四节 一同来 神对摩西说 我是 自有 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 以色列人 这样说 那 自有 拥有 打发我 到你们 这里来 我们再读 这个 十五节 后面 打发我 到你们这里来 耶和华 是我的名 你在 这两节圣经里面 有没有找到 究竟神的名字 是 I am 我是 自有拥有 还是 耶和华 你发现这里 提到两个名字 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是 亚卫 耶和华 一个前面提到 I am 我是 我是 我是的 希伯来文呢 是 He 我们 我们 中国同学 很容易写 希伯来文 虽然你们 还没有上 希伯来文 但是你们 可以把这个 写下来 在十四节里面 神跟 摩西所讲的 我的名字是 I am 我是 希伯来文是 这个 很好话 照样 呼 虎化一下 三点 前面中间都是三点 这个读音 就 耶 我们大声一点 耶 那么 这是在十四节 神对 摩西所讲的名字 其实这个词 翻成 希伯来文 就是 I am 这个词 同时代表 我 那么到了 十四 十五节 提到 耶和华 耶和华这个词呢 是 亚卫 很上词的 鱼啊 前面这边呢 是两点 两个 点 这边是三点 你发现 后面的字根 一样的 只有前面这个字头 改了 这个字头 Yota 是代表 He 就是 这个 What to be的 第三人称 本来神用 第二人称说 我是 I am 我就是 I am 的I am 那英文 把这个 加上去的 I am 的I am 因为 怕我们不懂 但其实神 在原文里面 只是说 我的名字叫 I am 我是 但这个是神 自称自己 我是 而你们 要称神的时候 他变成什么 第三人称了 He is 就产生 亚卫这个字 其实这个 就是希伯来文 神的I am 跟He is 两个字 也就是神的名字 他就是那个本体 I am 就是那个 一切万有根源的本体 那个B 所以我们翻成英文 在哲学上 我们知道 一切的根源 就是那个B 那个本体 的确 神就是 He is 就是那个B 那假如我们了解 神的名字 是亚 卫 我们 就会了解 为什么 我们 和本圣经 跟英文圣经 里面 说神的名字 是什么 耶和华 看到吗 我们中文圣经 写得很清楚 耶和华 英文的圣经 也是谁 耶和华 明明有一文是 亚卫 怎么会变成 耶和华呢 还记得那个原因吗 犹太人不敢妄称 神的名字 亚卫 所以每次 当他们读到 亚卫这个字 他们就读什么 读Adonai 我们写一下 Adonai这个字 我们有一首歌 叫Adonai 这个一横两点 有个点在上面 有个小T在下面 小Yota在这里 Adonai 三个印节 Adonai 我们当中有 曾经读过 希伯来文的吗 对不对 是不是 有吗 所以我们知道 怎么读 Adonai Adonai 注意 这些在中间的 比较大颗的 我们叫做子音 这些呢 是母音 当然这个叫半母音 先注意这些是母音 然后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知道 在第九世纪 犹批犹太人的学者 叫Mosaratus 他们很怕 这个旧约的圣经 因为原来 旧约的圣经是只有子音 没有母音的 就像我们中文 有没有母音 没有住母音的 但是我们背起来 就怎么读 希伯来文的原文 原来是没有母音的 但是他们都背起来 母音都背起来 一看到子音 就知道怎么读的 但是到了第九世纪 他们怕慢慢那个读音 会失传 或者说会读错 就会把这个圣经的启示 会流去 所以他们这批人 叫Mosaratus 就开始重新超圣经 然后呢 把母音住进去 保持这个读音 代代伤存 这个现在问题来了 碰到亚威这个字 他们又把母音放进去 他们又不敢把 真正 哎呀 我们的亚威被查掉了 把这个 他们碰到亚威这个字 碰到亚威这个字 他们不敢把原来的母音 背入进去 因为一背入进去 就是读亚威了 这怎么办 假如你是 写群犹太学者 你们怎么办 他们很聪明 因为他们碰到这些字 就读亚威 对不对 所以他们 就 一花节目 把这个 刚才 亚威这个字 把 这三个母音 放到亚威的上面 所以我们看他们怎么放 就产生 这个是一个 Pathab的短母音 所以就放到边 这个 就放在这里 这个小T 放在这里 看到吗 三个母音移过去 就产生 耶和华 耶和华 就等于我们 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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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 就产生我们 现在的耶和华 这个英文 所以 神的名字 我们一般都说是耶和华 其实 是亚威 亚威的意思 他就是那个 Be 万有的感觉 Be 这就是我们 讲到神的 自存性的 第一点 就是 我们在神学上叫做 Excited Excited 翻译中文就是 自原性 他自己 那个源头在他自己里面 源头不在外面 因为他是 Self-existing 他是自由拥有的 所以我们 一段来看一节 圣经在约翰福音 来看神的自原性 第五章二十六节 好 大声来读 因为父 读下去 对 照样在自己 有生命 看到吗 天父 他的生命 他的源头 在哪里来 在他里面 在自己有生命 他的生命 他的存在 不是从外面的源头来的 也就叫做 自原性 同样耶稣基督也是 在自己有生命 他的生命 他的一些的丰满 不是从外面来的 他在他里面 本有的 自有的 也就是 这个Self-existence 这个第一个的 重点 自原性 第二 这个神的 Self-existence 的第二个意义 就是 自立性 自立 Self-independence 完全 在他自己 本身 完全的 自立 完全的 独立 独立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都讲这个 他的Self-existence 里面 第一点是 自原性 第二点是 自立性 Self-independence 我们一统翻开 十字经传 十七章 好 我们一统来读 也不用 人手 服侍 好上 缺少什么 知己 道章 生命 气息 万物 赐给万人 好 我们特别注意 我们的神 不用人手 来服侍他 帮助他 好上 他 缺少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神 完全不需要 依靠任何 外面的 东西或存在 来帮助他 他是 完全的 Self-independent 包括 他的定义 他的计划 他如何定义 就如何成就 我们一统翻到 诗篇 一百一十五篇 诗篇 一百一十五篇 第三节 好一统来 然而我们的神 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 以致 行事 完全 照着他自己的 意志 不是要配合 外面 或者人的 想法 他的旨意 完全是 独立 行事的 如何定义 就如何成就 随着自己的 意志 来行事 他的意志 他的行事 完全是 Self-independent 我们再翻到 罗马书十一章 好 我们来读 三十五节 跟三十六节 谁是 先给了他 使他后偿还呢 因为万有 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 神不需要 别人 先给他 外面的供应 外面的帮助 反而 相反的是什么 万有都什么 本于他 一切的丰富 一切的能力 都是他 供应 给万有 万有都本于他 以高他 也过于他 我们的神 完全的自立 Self-independent 不缺少你 也不缺少任何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假如 没有了我们 神就有任何的缺乏 好像假如 我们 不做什么 神就缺少了什么 不会的 但是奇妙的是 神一切都本于他 你所以能够做什么 在神的国度 其实是神的灵 感动你 我们历次行事 都是神的灵 感动 为了成就什么 他的旨意 所以那个源头 还是从他而来 神的国度里面 每一个事情 都是本于他 而也是他来成就 只不过 只不过他感动我们 透过我们 但是不要以为 废你莫属 神也可以感动别人 甚至神可以感动 一个女子来说话 来责备巴兰 我们不说话 石头都可以跳起来说话 看神要不要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侍奉神 是神真的是 怜悯我们 给我们这个的机会 你不做可以 神个信息别人做 欧美不传福音 神信息中国来传福音 哇 这几个月我们要好好祷告 Kansas 现在有一群中国的基督徒 从中国各地去到Kansas 参加一个大会 就是IHOP跟YM 他们合办的 就是他们上千人 在那边聚会 祷告学习 就是在祷告这个福音 要传回耶路撒冷 这个以下 他们积极地在备战 在祷告 要中国人 把这个福音最后的一半 从丝绸之路 他们现在已经有具体的计划 怎么一战一战去打通 要把这个福音 从四手之路 透过中国教会的起来 承担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所以广华的岳父 劫持也是从中国 去参加这个聚会 我认识好几个童工 也在线意没有给我说 他们现在在那边聚会 哇 很否认 所以神自己在感动 神自己在欣喜他的工作 欧美垮下去 神欣喜中国 如果中国人不做 可能神欣喜非洲人来做 你千万不要以为 非洲就是贫穷落后没用 未来的大福音在非洲 不要忘了 最伟大的教父 奥古斯丁 是非洲人 千万不要吵不起非洲人 他们的智慧 不会低于白种人 也不会低于黄种人 你看奥巴马也是非洲人 很可能还很连任 哇 你看他的口才 他的智慧不得了 也是非洲人 对 非洲现在会福庆 现在在台湾他们 很喜欢一个牧师 叫John Melendon 中文不要翻了什么 也是非洲来的 好像从Kenya来的 哇 现在台湾教会好 我推崇他 翻了他一大堆的书 我买了好几本 还没有空去看 神现在心里 非洲很多的仆人 他们看异象 他们传道有能力 各方面的恩告 所以我们的神 祂自愿 自己源头在祂自己里面 祂自立 第三 包括祂的自丰 丰富的丰 self-sufficient 神不缺乏任何的东西 不但是不缺乏 祂本身就是非常丰满的 非常的丰富的 我们一同来看 这个 创世纪 十七章第一节 我们的神太棒了 创世纪十七章 一切都本于祂 依靠他 依靠他 归于他 第一节 创世纪十七章 是非常重要的一节 圣经 因为在节里 启示了神的名字 也 彰显的神 跟亚伯拉罕 跟人类 第一个恩典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所以十七章 要好好读 很多的真理 都是从十七章 分散出去的 我们先读第一节 一同来 亚伯拉罕 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阿向他显现 推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那这个 我是全能的神 英文圣经翻的什么 Rubinston All mighty God 当然翻的All mighty 不错 但是其实在原文 我们写一下这个原文 这个有个诱特 所以难怪耶稣说 一点一话 不能飞去 少了一个点 就不成字 希伯拉罕 很多都是点的 我告诉你 这个All mighty God 在原文其实只有一个字 El Shaddai El Shaddai 那翻成英文是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那El Shaddai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原文的意思 不是指导能力 指导神的丰富 他是完全丰富的神 丰富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把他的丰富 赐给亚巴拉罕 赐给人类 比全能更好 能力很可怕的 假如有能力没有智慧 很可能他的能力 会做成别人的伤害的 对不对 其实神 第一个名字的彰显 不是彰显他的能力 彰显他的丰富 他的美善 而且这个丰富 这个字在原文 每到一个地步 是描写 一个母亲 在如养他的孩子 抱在怀里面 把这个母亲的奶 丰富的奶 在喂养这个孩子 丰富那个地步 要给出去的 带出生命的 是几种丰富 太美的 El Shaddai 神是 Self Abundant Self Sufficient God 在他里面 充满了一些的丰满 一些俗心的丰满 能力的丰满 智慧的丰满 甚至神 不缺乏 任何的 这个 团契的需要 神不孤单 所以我们上礼拜 不是讲到 假如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 不是三位一体的神 是 三名 一位 只是在不同的时代 有三个不同的名字 叫圣父 圣子圣灵 其实是一个神 一位神 假如接受这种的观点的话 我们的神就不是 Self Abundant 因为连团契 这样的一个事情 神也是 Self Sufficient 因为 父 子 圣灵 在永恒里面 他们相爱 他们团契 他们本身 就丰富的 不单是他们的 俗性丰富 包括他们的存在 在永恒的爱里面 团契里面 他们也是丰富的 没有任何的缺乏 来自丰富到一个地步 满有爱到一个地步 他们要把这个爱 流露 在人类的身上 所以很多人问 一个基本的问题 神为什么那么无聊 要创造人 要人要那么不听话 要背叛他 然后才是罪恶的世界 神还要为人类定死 为什么那么麻烦 爱没有麻烦 这位全爱的神 丰富的神 神就是爱 你找不到任何的原因 为什么神要创造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爱里面 要把他的丰满 把他的丰富 流露在人类的身上 不但有创造的计划 更有救赎的计划 而且整个的创造跟救赎 都是在永恒里面 在创始以前 因为父子圣灵 他们就计划好了 所以你的存在 不是为了神 一个知识的目的 你的存在 是神爱的流露 因为他爱你 在爱里面创造你 在爱里面救赎你 所以我们 真的心被恩赶 口尝心尝地赞美神 神不是一个很厉害 全能的一个高高的君主 然后就创造了很多机械人 这样来为他 在工厂里面做事 不是 他要把他一切的丰满 浇灌在你里面 照着我们的形象 我们的样式来找人 而且要把整个他的基业宇宙 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 我们与基督一同来作王 在勇士里面 不足地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丰富 神也享受我们的同在跟敬拜 这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对神的 self existence的三大点 来了解 他的self originated 这个源头在他自己里面 self originated self independence and self sufficient 我们再看一书圣经 描写神的丰满 库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库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好一同来 因为神什么 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行有底地居住在基督里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描写我们的神 是何等的丰满 何等的丰盛 他是个丰富的神 好 这是神的第一个不可传属性的第一点 self existence 自存性 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所以有人问 有些目道友 或者小孩子会问一个问题 其实我这一次在中国 跟一个小孩传福音 我这个小孩才读小学二年级 聪明都不得了 我跟他传福音 讲到神的存在 他都先问我一个问题 那么神是谁创造的 我们是被神创造 不是猴子边来的 那他来问我 那神是谁创造的 哎呀真的差点把我问到 因为这个问题 假如你没有读过逻辑学的话 你没有办法跟他回答 因为他这个问题呢 这个statement本身就是 是个involved statement 所以我们这样有机会 我真的希望我们读修实学 因为我们在 这个logical sentence 的analysis里面 一个statement 要volved的话 a and negative a 这个是个false statement 你不能一方面讲 神 因为你讲神的时候 这impice 他就是那个 最终点 最高的 支援的 你不能一方面讲神 又讲神 被造 这两个字 矛盾的statement 放在一起 God and God created being created 所以 这个的问句 本身就是一个involved statement 所以你 这个statement是不存在 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所以 没有答案的 因为你是矛盾的statement 就好像说 有些不常说 神 他能不能 做一个石头 大到个地步 他自己 抬不动的 有人问这些 问题 想你去回想 他这个问题 回答 你就糟了 因为这个也是属于什么 involved statement untruth statement 是矛盾的 一个的statement 因为 当你一定义 神 他基本上就是全能 你不能同时就说 他 不能 拿起一个石头 你 不能说不能 你不能说 神 你前面肯定他是神了 神是全能的 他 能不能用他的全能 创造一个石头 大到个地步 他自己抬不起来 所以你前后 这两个statement 是互相矛盾的 这整个statement 是involved 不沉密的 所以 这些都是要 透过 这个 logic analysis 但是你跟一个小孩子 你不能说 你这个statement involved 不存在 他听不懂 为什么我这句话 不成立 明明就是话 谁创造神 就是话 他不知道 他这个statement 本身是矛盾的 根本不成立的 只能够跟他说 神就是那个 最终的 我们就用本体论证 那个 至高 至上 至源头的 哪一位 我们都定义是神 所以小朋友 你不能问 谁 谁创造神 假如 他被创造 他就不是神 他只是个 小天使 神就是那个 最终极的 最高的 最源头的 你就只能够用 那个 宇宙论证 跟他来讲 这个东西存在 你是怎么来的 我妈妈生我的 那妈妈是怎么来的 祖父祖母生她的 那祖父祖父 祖父祖父 最终极的那一位 是怎么来的 就是神创造的 最终极的存在 就是神 所以你不能推到最后 还要问说 神是从哪里来的 他就是那个最终点 终点站 对不起 不能再做下去了 否则他就不是神了 要by definition 按照神的定义 他就是万有的源头 一切都本于他 他是自存的 自源的 self originated 一切都本于他 这就是神的定义 神的属性 所以这个第一点很重要 self existence 第二 神的第二个 incommitable algebra 就是他的不变性 immutability immutability 那你一听到这个 immutability 你的反应跟感觉是什么 神的不变性 你的反应是什么 会不会感觉到 好像神就是那么 动都不动的 immutable 好像 框框 不会改变的 好像就是一场不变的 其实 这个immutability 不是这个意思 但很多时候 因为希腊的哲学 会给人这种感觉 因为最早用这个 immutability 这个字是在希腊的哲学里面 描写这个 logos 描写这个至高的 这个的 至高者是不变的 其实这个immutability 不变是指到 他的完美性 的不变 他的perfection 他的完美 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的神 人实在太完美了 任何的变动 你想想看 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 小姐要去做美容 最近香港的 电视说 有人做美容注射一些东西 然后就死掉了 要美 要美不要命 为什么做美容 因为你觉得 你想改变一点 变好一点 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你现在不够好 不够美 鼻子弄高一点 皮肤皱纹少一点 你觉得现在不够好 但是我们的神 totally perfect 完全perfect 假如有任何的改变 就表示 他不够好 不够完美 因为任何的改变 都表示什么 either变更好 better 或是worse 只有两条路 对不对 不是往下 就是往上 假如改变的话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神 完美的一个地步 不能增添 也不能减少 就好像神 给我们新旧的启示 perfect 不能增添 也不能减少 所以那个不变性 不是指到 他好像很submant 很固执 就是死定定不变 那个不变性 指到他的完美 不能增添 也不能减少 因为任何的增添 就表示他不够完美 不够perfect 所以 这个不变性 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那这个不变性 第一 他的本体 不会改变 不会说 像一个物质 慢慢就变旧了 慢慢就变色了 变得颜色了 神的本体 不会改变 我们一同看雅各书 第一章17节 好 一同来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权威的赏识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中光之父来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额 在他没有改变 他的本体 他的俗性 没有改变 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没有改变 所以诗篇136篇 我们回去好好读 每一节圣经都讲同一件事情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爱没有改变 他的旨意 他的计划 从起初立定 最终成就 他的计划 他的目的 不会改变 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46章 第十节跟十一节 verse 10 and 11 好 一同来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延明未来的事 说我的筹算必顶利 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神所筹算的 所计划的 必什么 立定 必成就 他的意志 他的计划 不会改变 不会中途而变 他的应许 也不会改变 他的promise 所以 圣经里面 神的应许 都是试的 都是 Amen 都是不会改变的 那假如 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神的筹算 不会改变 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经文 描写神后悔了 描写他的西西家 明明说你要快死了 等一下 又给他活过来了 那我们先看 创世纪第六章 我们怎么去解释解释的问题 好 我们一同来读 第五节跟第六节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进度之恶 耶和华就后悔 造人在地上 心里又伤 今天讲到神后悔了 就好像说 神 他 想错了 他做错了 怎么会神会后悔 像人一样 其实当我们读到这个后悔 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 神的后悔 跟人的后悔一样 人的后悔就是 想错了 做错了 神 没有后悔 其实接着后悔 我们 在礼拜四的 诗经学里面讲到 是一种 以 迷人法的描写 是把 这个后悔的感觉 加在神的身上 来表达 一个后悔当中的 那种的感觉 那种的忧伤 难过 你后悔的时候 会不会很难过 会自责 哎呀 怎么会这样 当初不想想 不想做就好了 我做错了 后悔 心里很难过 其实 这里是要描写 用人的一个的 terminology 去表达 神心里面的 那个的 忧伤跟难过 不是指导神做错事了 后悔 哎呀 当初不创造的好 没有 神早就知道 人的光景 甚至在创世以前 都预备了救恩 神没有 想他创造错了 没有 他 在永恒里面 他的预指 他 知道人会堕落 而且 早就预备了救恩 要透过这样的堕落 反而把神 荣耀的恩典 能够彰显出来 所以 神一点都没有后悔 每一步 都照着他的计划 一步一步的成就 没有 真正的后悔 只是一个表达 神心里面的什么 忧伤 如同人后悔 那种难过 那我们再翻到 《猎王之下》 二十章 Second King 二十章 那我记得 上 开始的时候 有解释过 这个 西施家的事情 还记得吗 神阳他又活了十五年 还记得 我有提了一下 是否神后悔呢 当初要他死 现在又让他不死 为什么神会改来改去 是真的神改来改去吗 还记得吗 我们提了一个 很重要的神学观点 也是在神的 这个启示跟俗性里面 我们提到什么 神的hidden will 跟reviewed will 在神表面的启示 是要透过 以赛亚 去警告西施家 好让他 祷告 流泪 悔改 然后好让神的 背后 的hidden will 要彰显 其实神 那个背后的hidden will 是要他火还是不火 是要他火 但是要透过这样的过程 一个表面 初步的 一个的warning 否则 假如神真的要他死 神何必那么麻烦 找个以赛亚来 然后要去跟他讲了一堆 然后他有祷告 又哭 然后 然后神在家庭的15岁 其实神的hidden will 是要他火 但是要我们看到 祷告 要这种人的祷告的重要性 可以支取神的hidden will 神隐藏的旨意 仇敌要我们死 但是神要我们活 所以我们要透过祷告 去支取神的美意 让我们活 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 一方面神有计划 但神的计划 是要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支取 神的国度的计划 每一步都是神人合一的 透过我们的努力 透过我们的祷告 我们不祷告 神就差一半个人来提醒你 要祷告 神就要吓你 你不祷告你会死 你都明明地祷告 因为真的 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因着神的灵 在我们里面运行 为了什么 成就他的旨意 有时候他的旨意 是隐藏的 看不见的 所以同样我们也 讲到这个 约拿先知 对不对 究竟 努力地用约拿 去传福音 为了保守亚俗 李立为将来成为他手中的工具 来审判以色列人 所以李立为不能灭 因为神还要用他 将来神还是有审判 所以不是神真的后悔 把原来守定的灾 不讲给他们 不是 只是在表达 在原来所讲的 做了这个改变 这个改变 我们圣经叫描写 叫后悔 不是 所以不能够 只是从我们 一些表面的这样的读经 就否定了神的 这个计划 旨意的不变性 跟完美性 那么新派的神学家 其中有个神学 它也别叫 过程神学 Process Theology 他们基本上就发现 你看圣经里面好多矛盾 神做事情变来变去的 他们就认为 历史的神是不完全的 不是个being 神是需要透过 历史跟人类的历史的教育 越来越完全 神现在当 在人类历史当中 是个becoming 他还没有完全 他要grow in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 with human beings 是这种的观点 因为他觉得神不完全 所以神也是要成长的 神不是个being 在他没有转弱的音乐 不变 不是 神是个becoming 也就是新派神学 又提出另外一个神学 叫过程神学 神要透过那个过程 像人一样 越来越完美 才不会后悔 好 我们时间差不多 好 已经过了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希望今天一定要把神的属性讲完 然后我们下礼拜一定要记住神的创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